《歷史之聲》 《歷史之聲》 首先第一個展區 我們稱為《歷史之聲》 《歷史之聲》 作為整個展覽的一開始 其實它有一個小的副標 叫《序曲》 提到的就是所謂的 Historical painting 歷史繪畫 在19世紀的古典學院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類像 也就是透過這些 不管是理想的 美好的形象的一個投射 就是早期的這個所謂的 歷史繪畫的主要的主題 這一區我覺得有幾件作品 是很經典 也想要特別提醒大家 能夠注意去看的 塞基 是由雷頓傑士所創作的 雷頓傑士曾經講過一句話說 人的形體是造物傑作裡面 最具有尊嚴和美的 還有另外一件立體作品 它其實是來自 河馬的史詩 你看他的身體 你就可以知道 我們在談的所謂的古典 希臘羅馬的那種 理想化的 健將的那種身體 其實TUSER這件作品 就可以讓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一個立體的表現 在這一區裡面 其實很多作品 你都可以看得到 這都是完美的 理想化的身體 而不是現實人生能夠看得到的 真實身體的一些樣貌 若 泰德 身體 台灣唯一 只在高雄